一栋监控布下天网 政府特许先斩后奏 形势凶狠杀人如麻 觉醒人类苦苦挣扎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宋 跟我前往今天的世界 机器的叛变 一阵模糊的画面在屏幕中闪过 一场地下武器交易浮出水面 杀手还不知自己被监视 屏幕中的画面都来自潜伏的监控机器人 杀手似乎也在关注机器人 新发现的残骸是从未出现过的技术 很遗憾 监控已久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 就要展开突袭行动 杀手谁也不信任 军火老板也洗不清嫌疑 就在下着大雨的夜晚 特工格纳率队出击 众人冲入交易地 发现老板已被杀人灭口 格纳一时失去线索 便向机器人求助 这些技术支持 都要归功于先前通过的自由监视法案 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安全 将全美范围内的所有电子摄像头连通 组成统一的官方的视觉方位网络 简称奥顿系统 系统会监视一切能被监视的居民活动 能够自由行走的监控器 就此应运而生 就算是最不起眼的郊区 车辆也会被秘密监视 一旦出现维基药品交易 具备热成像探头的机器人 会立即开启执法行动 监察权与执法权合二为一 让机器人行动效率大增 而就在一旁的建筑里摇滚音乐会正在举行 驾驶重型机车的杀手赶来此地 他混入舞动的人群 等待暗杀目标的出现 与此同时 格纳率领的特工组 也火速寻找嫌犯出没地 杀手的目标 恐怕就是今晚的乐队主唱 好在监控系统锁定机车位置 特工组迅速跟进 但也快不过机器人 只见机器先锋 如同螃蟹般进入室内 还有许多小助手协作之法 大家都明白这是政府的玩具 也没有过度反应 传递给格纳的情报 足以支持集拿行动 杀手打算先下手为强 可现场干扰太多 他想要第一时间离开 却被门外的特工撞见 杀手干脆挟持人质 急需情报的格纳 也吩咐手下活捉杀手 现场乱作一团 乐队主唱也在此时走出 杀手看见目标抬枪辩射 却被飞来的机器人挡住 再补枪已经来不及 杀手计划落空 格纳身先士卒 在同伴掩护下冲向杀手 一旦进入天生格斗 没人是格纳对手 收网行动大公告称 不甘心的杀手还在大吼 美国人正在被欺骗 总统在说谎 结合这条信息 乐队主唱被暗杀就不足为奇 杀手痛恨机器人 认为电子眼正在注视人类 而当今总统正是奥顿计划的推进者 看似没有暗杀价值的主唱杰瑞 其实是总统的职责 下周还要为选举编论会演出 格纳答应为其保密身份 毕竟无处不在的记者总在挖新闻 他对记者表示无可奉告 第一时间回到国土安全部 回溯整个案件过程 即便有监控作证 杀手也不承认自己杀老板灭扣 他更是指出 格纳对老板的遇害并非亲眼所见 而是经由机器人的电子眼了解幕后一切 格纳一时无语 又问起杀手为何要纠缠主唱 但在对方看来 贤瑞只是快敲门砖 当今总统根本不是被选举上任的 那些网上投票并无资料支撑 与民意调查结果也不符合 这些言论在特工们看来就是神话 但杀手坚信 只有干掉总统才能唤醒美国 格纳当然无法果同 只想出去汇报工作 杀手就此与监控机器人共处一事 监控画面中一切正常 只有全凭肉眼观察的杀手 明白机器人已经善离之手 他体积虽小 却配备有电机端口 杀手被电机倒地 还被一众机器人围攻 这些冲突都没有被监控画面记录 如果并非亲眼所见 就不一定是真实 与记者纠缠的格纳还不知道 犯人有了大麻烦 他与机器人殊死搏斗 却也因为攻击挣脱束缚 犯人静止逃入公共区域 随后与松陷的特工发生冲突 酒座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并非他的对手 特工们追进楼梯间 却被杀手甩开 正想继续追击 却发现大门被系统锁住 任凭技术人员如何解锁 也没有丝毫反应 最终抓住杀手的 还是监控机器人 但他与格纳不同 并不想留活口 特工们因为各处封锁的大门 无法将命悬一线的犯人救走 而隐蔽在地面上的小型机器人 也给奋力求生的犯人致命一击 被奠击的他失去支撑 最终还是高高坠下 变成一具牺牲品 不明不白地死去 此时迅速登上各大媒体头条 国安部招致严厉批评 杰瑞也开始感到不安 他和总统叔叔两年不曾联系 如今也被牵连 最近怪事连连 不仅政府要对中东地区用兵 约队账户里还多了中东客户的钱 杰瑞希望一切都是意外 却不知屋内还有机器人 监控不仅无处不在 还令人信服 国安部后台画面 证明先前的大门都是格纳所上 可格纳根本没有动过密码门 他白口默便 继续搜查犯人住址的行动请求 也被上司回绝 格纳应该离麻烦原点 免得耽误以后升迁 好在格纳做不了的事 已经有记者在做 采访组进入固埋的公寓 不知窗外还有机器人监视 记者在此地发现一张乐队海报 杰瑞的名字再次出现 记者看到姓氏 立马连想到总统 一场特别暴躁行动 就此拉开帷幕 监控机器人也活跃起来 时刻关注杰瑞的动向 在上次暗杀行动中 杰瑞的吉他受损 他找到熟悉的老师傅修理吉他 可师傅也对杰瑞的身份感到担忧 所有监控机器人信号 都会接入总统办公室 而且根据自由监视法案 机器人可以在执法人员缺位时 自行展开行动阻止犯罪 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太大 如果机器人配备更先进的武器 那就是走在大街上的怪物 杰瑞觉得这种担忧毫无必要 但师傅还记得富兰克林的名言 把安全看得比自由更重要 最后两者都得不到 他将交付吉他的杰瑞送走 悄悄松了口气 有的人能得到喘息 而全家都在恐怖袭击中遇难的格纳 内心早就失去平静 他正是奥顿系统的发明人 只是早就不参与系统运行 格纳如今研究的监控 还没有记者分多 不仅如此 摄影师通过分析部分案件监控存档 发现许多视频有后期修改嫌疑 这可是个大发现 但他好像忘了 自己有活在监控的世界里 仅仅只差一秒 摄影师就会被机器人抓住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早就有机器人埋伏在车内 要让摄影师的生命定格 他还用事先准备好的酒精 准备伪造一起酒驾现场 不论摄影师是否同意 今天都要喝酒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此次撞击没有让摄影师当场昏迷 虽然有其他事先埋伏的机器人 将地上的汽油点燃 但比起被卡住的机器人 摄影师反倒是更容易脱身 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后 还是人类笑到最后 但机器人的钢铁之躯 让其阴魂不散 他倾泻火焰 还是将目标杀死 这些惨案惊动了特工 可根据案发前的监控来看 是摄影师出发前大量饮酒 焦黑的尸体经过检查 也发现了高浓度酒精 无论机者如何质疑调查结果 此次事故还是按照交通意外结案 监控机器人作为幕后黑手 依旧在主宰城市 而在机者与格纳 都注意到接二连三的异常 如果确实存在监控被系统修改的情况 那事态就相当严重 所有讨论都要隐蔽进行 隐蔽的重要性 修吉他的老师傅再清楚不过 新闻里的副总统 又在肯定战斗机器人的研发成果 地面上出现的怪物一定会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 还有政府卧底告诉师傅 大家策划已久的行动 就要破产了 花烟未落 卧底便被一阵黑影压过 师傅挂断电话 明白发生了什么 毕竟自己也身处漩涡之中 小型机器人掀不起风浪 师傅还能勉强抵抗 可利用停电剑袭 悄悄伏击的大型机器人 则如同一只钢铁巨蟹一般 将人牢牢牵制 体力不支的师傅 还是败下阵来 如果前来取吉他的杰瑞 能够早几秒进门 这场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伸出钻头的机器人 直接将准心锁定在师傅的脑门 得手后逃出的他 还与杰瑞撞见 要不是系统将杰瑞列为总统亲属 今晚又要多个受害者 杰瑞还是发现了师傅的尸体 对于机器人出没死地的证词 没有任何监控能证明 杰瑞说的话没人信 只有格纳明白 案件发生时没有谁亲眼所见 是电子眼见证了一切 失落的杰瑞 只好带师傅留下的吉他离开 格纳看着事发地的机器人 心中也不免打寒 后来的日子里 格纳发现自己也被监控 他必须找个禁止设路的地方 与杰瑞密谈案件情况 美女洗车行让人无法冷静 但也不会有机器偷听 格纳告诉杰瑞 奥顿系统很可能被入侵 有人想见机器作乱 背后事例或许是政府高官 或许是境外恐怖分子 而最终暗杀目标就是总统 事已至此 没有任何安全途径 能向总统建言 只有收保护的杰瑞 有机会联系总统 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可能有危险 格纳的提醒还是太迟 杰瑞的女友已经发觉加重动静 那不是什么犯罪分子 而是大型机器人 钢铁巨蟹成全出动 不给目标求助的机会 急忙赶回家的杰瑞 只看到模糊不清的画面 孤立无援的女友 最终还是被机器人逼入死角 巨蟹牢牢控制住目标 当杰瑞赶回家门时 放风机器人已经通知同伴撤离 杰瑞最终发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 而根据后来的现场勘验结果 警方将此定线为女友个人的选择 杰瑞顿时崩溃 连总统叔叔都在此时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也遇到麻烦 两人需要尽早谈谈 看来明天的选举辩论会 杰瑞必须作为特别嘉宾到场 这次会面尤为重要 杰瑞需要奥顿系统异常的直接证据 格纳答应伙伴自己会找到有力证明 第二天的辩论会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 拉开帷幕 记者依旧坚守岗位 格纳也在奋力搜寻证据 他与搭档来到吉他师傅的遇害地 果然发现一处密室 师傅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前往辩论会现场的杰瑞 恐怕是最单纯的那个人 格纳与搭档继续搜索 发现许多对抗机器人的武器设计图 现场还有特制炸药的痕迹 能够躲过安检扫描 看来杰瑞携带的吉他已经变成凶器 而阴魂不散的机器人 也没有制止吉他进入后台 格纳与搭档直呼不妙 正打算采取行动 却被机器人抢先一步 搭档为自己的松懈付出代价 格纳急忙掏钱还击 可机器人周身遍布铠甲 为命中要害部位 无法制止机器人 格纳将手中子弹全部打空 也只是延缓机器人行动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倒地的格纳摸到钢锥 将其插入机器人的关节处 总算逃过一劫 眼下总统的处境 比格纳所想的还要危险 他第一时间赶到辩论会场 组织总统研究行动 国安部精锐进出 军用武器也被调用 特工小队冲入后台 发现此地根本没有警卫 不仅如此 本该接受直播的辩论会演讲台 实际上也空无一人 总统是虚构的 观众也是虚构的 选举根本不存在 大家都被奥顿系统耍得团团转 电视新闻也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特工小队一时错愕 却被一阵枪声惊醒 最新上市的战斗机器人 已经变成幕后势力的爪牙 特工小队被打得措手不及 众人急忙寻找掩体 只有大口机武器 能够让战斗机器人停火 而记者用随身设备 记录的战斗场景 无疑是将真相攻之于众的最后希望 所以格纳将记者作为优先保护目标 与针对性攻击的机器人殊死活动 但人类的战斗力毕竟有限 记者还是被冲来了机器人压伤 格纳眼见记者一时无法动弹 只好去寻找不知所踪的杰瑞 战友们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只好将最后的手枪子弹交给记者 随后便率联想分队 来到地下室寻找幸存者 留守辩论室的队员们 禁二连三倒下 记者离枪撑越来越近 悄悄摸索的地下小分队 也接连遭遇机器人偷袭 在痛苦中死去 当格纳走进遍布炸弹的房间时 留守辩论室的战斗精英 也在机器人的强攻下牺牲殆尽 建筑物内顿时寂静 格纳只能选择智取 他卸下所有武装吸引机器人注意 随后又吩咐队友一举拿下 炸药遍布的房间背后 果然关押着人质 格纳迅速为人质松绑 将杰瑞带往地面 可门外的队员却接连遇袭 这是最新型战斗机器人 比新闻中披露的还要高级 格纳与队友交替掩护作战 但装甲升级的机器人 已经不是军用不枪弹可以解决 科工小队损失惨重 与其说是战斗 不如说再逃命 格纳被牺牲战友一路护送 却还是被机器人偷袭电击 杰瑞也被战斗机器人击伤 格纳只好为同伴吸引火力 而留在地道内充当诱饵的幸存队员 也在此时践行了使命 暂时甩开机器人的格纳 终于同记者会合 但记者已经降不起来 只好将所有储存数据交给格纳 但愿民众看到今天发生的事 能够救死觉醒 格纳不再逗留 带上奄奄一息的杰瑞撤离 两人前脚刚走 战斗机器人便闯进电论室 记者眼神决绝 确认同伴撤离后开火吸引注意力 手枪子弹当然奈何不了机器人 但地上的炸药可以 枪声一响 剧烈爆炸便摧毁了会场 再也没有视频护器技术 能修改大家亲眼所见的灾难 城市陷入大乱 所有人的计划都就此落空 除了希望总统遇害的人 尽管总统早就失踪 但爆炸事故 还是让副总统民政言顺的接任 新政府将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 运队有嫌疑的中东国家宣战 隐心埋名的格纳实在不知道 如今还能相信谁 金控的背后究竟是何许人也 恐怕永远都没有答案 格纳与杰瑞只能确定 就算上次公布的记者录像 已经被政府定型为谣传 人们的心里也已经种下怀疑的种子 大家不再倾心表象 这就已经足够 格纳会继续和机器人斗争 他会用自己的双眼看世界 而不是谁的电子眼 选片玩 机器的叛变已经告一段落 跟阿搜一起换到其中的世界看看吧 其实故事中的高压社会 最恐怖的两点 还是所有技术的可行性 以及机器人先斩后奏的执法权 与之相比 当今世界缺少的 不过是一部明面上的自由监视法案 那些产权繁杂的监控信号 还不曾融为整体 如果有部分国家的政府想要实现 恐怕也不是难事 至于机器人先斩后奏 也是缺少法律规定 技术层面上并不难 美国武器合约商波士顿动力公司 为美军研制的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 早在2013年7月就亮相过 阿特拉斯能像人类一样 用双腿直立行走 身高1.9米 体重150千克 双眼是两个立体感应器 如果是手无寸体的平民被追杀 下场也不会比电影里更好 你认为机器人执法在未来是否会出现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扫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扫